LAMP 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伺服器建置與管理裡面的LAMP LAMP代表的是網頁伺服器的一個架設 L就是作業系統Linus A是APA器 M的話就是MariaDB P的話就是PHP 我們簡稱LAMP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LAMP就是Linus、APA器、MariaDB跟PHP 那我們希望這個PHP的版本能夠裝在7.3以上 這樣的安全性比較高一些 那這兩張圖呢取自鳥哥的這個私房菜這邊 借用一下鳥哥的圖 那這邊要介紹一下網頁伺服器的一個架構 那在我們的Centos裡面 用的網頁伺服器呢 用的是APA器 那在各式各樣的這個網頁伺服器裡面呢 APA器只是其中一支 那像在微軟底下還有一個這個IS 那有很多種 所以APA器呢只是其中一支而已 那我們以APA器為例 在建立動態網頁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一些這個操作的東西呢 可以去讓我們的網頁呢 隨著資料的改變而自動更新 所以就必須要搭配有什麼 這個MySQL 那MySQL是早期的名字 後來因為MySQL被併入這個Oracle了 所以原本的那個社群呢 就把MySQL的名字改成這個MariaDV 那最後搭配PHP動態網頁的程式設計語言 那可以達到動態網站的一個要求 那我們看一下左邊這張圖呢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你透過瀏覽器 那現在的瀏覽器的形式呢非常多元 有可能是這個手機上的瀏覽器 也有可能是電腦上的瀏覽器 或者是平板都有可能 那它提出需求 像伺服器提出需求 那各位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架設像這樣的伺服器 那你接收到訊息的時候 它就把 Knight端 左邊這是Knight端的需求呢 整理好之後 顯示給這個Knight端去看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流程 好那單純靜態網頁的話是左邊 右邊這個就是動態網頁的部分 所以一樣的使用者提出需求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這個網路平台 那網路平台呢 你跟他要資料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要去這個賣場 有哪一些圖呢 有哪一些產品呢 那我是不是要去資料庫去找 然後資料庫找出來之後呢 組合成一個網頁的形態 再丟回去給誰看 給Knight端看 所以這個就是會隨著資料庫裡面的內容 以及在網頁設計上面的條件設定 找到使用者所需的資料 然後呢 回傳給使用者Knight端去看 這就是動態網頁 好那LMP呢 所需要的軟體呢 有這些啦 那HTTPD APA器安裝完之後的 程式執行呢 就是HTTPD 它不是打APA器 它打的是HTTPD 那資料庫的部分呢 是MariaDB 那 從MySQL延伸過來的 現在叫做MariaDB 那除了裝MariaDB Knight端之外 還要裝一個MariaDB Server 伺服器端 所以 雖然看起來都是裝在同一台 但是你 如果只裝Server沒有Knight的話 那你要做操作的話 就會比較複雜一些 那再來就是PHP的部分 PHP呢是 用來做動態網頁的 這個主要的程式 在我們的範例裡面 那除了裝PHP之外 我們還要裝PHPDeveloper的這個 套件 那加快軟體 加快速度 然後呢 最後呢 PHP跟MySQL結合的這個 套件模組呢 我們也是要安裝進去 這是在 我們這個練習裡面 要安裝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首先我們要先把系統做更新 那更新完之後呢 再去 套用更新 那我們現在改用這個DNF 之前我們是用YUM來做更新 跟套件的管理 那 因為一些原因 YUM呢 它的這個 套件管理呢 漸漸的會由DNF來取代 那這是這個LMP所需的軟體跟結構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設定檔 安裝完軟體之後 它會在 ETC底下的HTTPD這個目錄 會被建立起來 除此之外呢 它會再建立一個指目錄是CONF 那底下 有一個HTTPD.config檔 就是它一個主要的設定檔都在這邊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其他的設定檔 會放在這個HTTPD底下的CONF.D 那底下有很多Config檔 各位 未來我們會依這個需求呢 依跟各位介紹 會有哪一些的這個Config檔 那網頁 站台架起來之後呢 它的網頁要放在哪裡 它有一個 所謂的網頁跟目錄 那在設定檔裡面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們有去動它的話 預設會是在斜線VR 底下的TripleW 底下的HTML這個目錄下 所以呢你寫網頁就要放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呢 網頁呢 會有一些 異動或存取的動作呢 資料都會儲存在斜線VR的LOG 底下的HTTPD 這邊呢 專門儲存 就是跟APA7有關的這個 LOG紀錄都會放在這裡 我們的虛擬機當範例 在使用虛擬機進行測試之前 我們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先做轉破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設定檔 在網路這個地方呢 我們這個Net NAT網路底下 那底下有個Port Forwarding 那這邊我們的Port呢 是設定4022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多了80號Port 所以我們再多一個 這個我們用40080好了 4080 用4080代表這個 這個 虛擬機裡面對應到80號Port 然後呢 外界的HOST Port呢 是 這個 4080 那另外一個我們也同時設定好了 我們40 40 43好了 44 3個4 4443 然後這邊是針對443的地方 好 這樣子一個轉破設定 OK 那 設定完之後 按OK儲存之後呢 把它關掉 那我們再啟動它 那在啟動的時候呢 那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稍微等它一下 好 它已經開始啟動了 這個管理界面其實就可以先關掉了 它就開始在跑了 那等一下我們要測試網頁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子測試 我們可以打 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台主機啦 然後我們看一下IP Configure 好這台主機是192168 這台筆電啦 192168.221.1 好 那我們就SS 我們就開 把這個複製一下好了 貼上 這是剛剛的IP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 剛剛的轉破 就冒號 然後呢 我們44080 會沒有畫面 很正常 因為 我們還沒有做什麼 伺服器的安裝對不對 HTTP 還沒有安裝 好 看虛擬機 它已經開好了對不對 我們先來測試現在能不能成功登入 所以我們這邊 SSH 然後呢 帳號 小老鼠 剛剛虛擬 我們這台電腦的IP-P 剛剛我們說SSH的轉接Post 是4022對不對 好 然後輸入密碼 好 成功登入了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登入時間 如果說你 這個 有異常登入的話 記得要去注意 你是不是電腦 被入侵了 你的密碼 可能被破解了 好了 進來我們剛剛 來看一下 投影片上的例子 現在還在臉還沒有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更新對不對 先更新 檢查更新 跟套用更新 然後我們用的是DNF 所以SUDO DNF 然後呢 CHE CK update 這樣 好 那他就開始進行檢查更新的部分 好 更新完了 我們套用更新 update 好 那我因為我剛剛才更新完了 所以他沒有內容可以更新 更新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安裝的指令是什麼 sudo DNF Install httpd 好 所以我們sudo DNF Install httpd 然後httpd -tools tools tools 好 那按enter 那就去感 去檢查套件之後呢 我問你是不是要安裝 那我們就按yes 就開始裝 好 那下載下來 安裝 安裝其實蠻快的 他的套件沒有很多 他的套件沒有很多 我一下子就驗證完 好 安安安裝完成了 接下來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去啟動它 所以我們要下sudo system control 好 sudo system control 然後呢 start 啟動 針對什麼httpd.service Service 好 啟動了 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啟動了嗎 我們用網頁的方式 剛剛4080轉破有沒有成功 重新載入 沒有東西耶 那我們怎麼辦 來看一下 剛剛的這個投影片裡面 我們提到什麼 我要檢查 httpd有沒有執行起來 所以我要做什麼事情 sudo system 然後呢 status 針對httpd 這樣 有沒有run起來呢 我們看一下 active 代表他有在run 可是為什麼網頁還是沒有 好 我們先把他的這個 我希望以後他每次重開機 他都可以執行 就不用每次都還要手動去開伺服器 所以用sudo system ctrl 然後呢 enable 好 enable什麼 httpd.service 這樣子 好 他就會寫一個link 各位可以看到 create一個 這個symbollink 然後呢 從哪裡到哪裡 寫到哪個檔案 這邊有告訴你 他把它寫進去 所以以後開機 這個鏈接檔 他就會去檢查 哪些服務要開啟 那他就會幫忙 自動開啟 那如果你要把disable 這個可以改成disable 那他就會把這個鏈接呢 從檔案裡面刪除掉 在開機的時候 他就不會去執行這個http 但是我們問題還是沒有解 為什麼 我們還是要看到網頁啊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當你安裝完之後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要啟動防火牆 為什麼 因為你的防火牆呢 沒有允許他可以流通 所以呢 在外面等待的人呢 他訊息進不來 那你資料也不知道該傳出去 所以呢 我們要做幾件事情 要設定防火牆 這一長串 那防火牆的指令是firewall-command CMD 然後呢 Primand這個指令呢 這個參數呢 作用就是 常駐 就是以後就是 常態性做這樣的設定 所以你在設定的時候 假設沒有這個 你會發現 從開機之後 即使你的 Apache有啟動 那你的防火牆 照樣還是會被關掉 所以你為了要 常態性的開啟 那就要加這個 然後Zone呢 是 這個區塊的部分呢 是屬於public 這個 就照達就好了 再來呢 這個減減 A的一個Service 這個Service是HTTP 那我們把它加上去 另外一個HTTPs呢 是針對443的POR 這兩個POR都可以打開 好呢 我們來試試看 先把這個 sudo system 應該是firewall CMD 偷看一下 這樣子 CMD 然後減減 Premet 減減ROM 等於public 然後減減 A的Service 等於HTTP 好 Success 他已經寫到 這個防火牆的條件庫裡面了 規則庫裡面了 另外一個 ssh https的這個通道呢 也把它啟動了 好 然後呢 設定進去之後 記得要重載 所以要sudo 然後呢 System Control 然後reload firewall d d 這樣 好 那重新載入之後 那我們 把HTTP服務呢 再重新啟動一次 齁 那你要重新啟動 叫做restart restart 針對哪個服務 我們剛剛的是HTTPd 所以 HTTPd這樣 enter 好 重新啟動了防火牆 跟這個 網頁服務 我們再來看一次 現在能不能連 有沒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测試頁 這個網頁呢 就是我們剛剛的套件呢 自己產生的 安裝 代表說你的 伺服器 這邊呢 代表你的APA器伺服器呢 它已經正確的安裝了 好 那你的內容 會放在這個地方 VR底下的 TripleW的HTML 這個目錄底下 好 那 你這個 示範 範例頁 如果不想要它出現的話 可以去這個地方改 這邊有告訴你 好 那有一些說明這樣 好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我們很順利的把APA器給裝好了 然後這邊有一些 要測試的 你可以去看看它的這個APA器的版本 HTTP-D-V就可以看 好 那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最底下 SU2CHOWN APA器 冒號APA器 斜線VR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把那個 斜線 把這個拉大一點 好 那我們要到 網易的加目錄 網易的加目錄在VR TripleW 底下的HTML 這裡 這裡空空如也 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回到上一層 我們去看 它的全線是屬於root的 那我們希望 然後 以後呢 就由APA器這個服務來管理它 所以我們要改變它 所以我們要改變它 那因為在這邊的權限 是root才能去改的 所以我們加sudo chown WN 然後呢 APA-CHE 冒號APA-CHE 好 前面 冒號前面是on 冒號後面是group 然後 針對哪一個目錄呢 針對 這個VR底下的 這個 TripleW底下的HTML 還有 -r 就是意思就是說 從它以後 所有的 HTML底下 所有的呢 都改成這個 這個擁有者 跟群組 都是屬於APA器 好 那改完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有沒有 它的on 改成 變成APA器 group也變成APA器 好 那這樣子呢就可以 順利的去使用它 好 裝完APA器之後 然後接下來我們裝資料庫的部分 那我們有講過 MariaDB 是 這個 既買西國後面 的這個 資料庫 在Linus上 可以運轉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安裝 那 安裝的方式也蠻簡單的 就SUDO 然後呢 DNF Install 然後MariaDB Server 跟MariaDB 一個是Clona 一個是Server 好 然後啟動的時候 就是System Control Start MariaDB 然後要設定起 這個開機啟動 那就是加Enable的方式 針對System Control去加Enable 那它就可以把它做一個Link 寫在系統檔裡面 它自動就會去啟動它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假設你要測試 檢查一下你的資料庫的狀態 可以加System Control 然後呢 這個 Status 就可以檢查了 好 那我們有個比較特別的部分呢 是要做這個 資料庫呢 我們在安裝過程呢 我們用比較安全的設定法 所以它有一個MySQL Secure Installation的部分 可以協助我們做安全的設定 好 那如果說你要登錄 這個資料庫 在CLI界面下 就是文字 命令列底下的方式去登錄 可以用這個指令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回到Terminal的地方 安裝對不對 好那我們把這個指令呢 打上去 這樣子 sudo dnf install Enter 那它就是取得套件 取得套件之後呢 它問你是不是要安裝 那總共要安裝170email 按yes 它就開始裝 好那速度其實也不會很久啦 很快就可以安裝好 那安裝好之後的下一步呢 是啟動它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來啟動看看 好那它就System Control 沒錯 然後呢 Start MariaDV 好那它就開始啟動了 那我們希望開機的時候呢 可以自動啟動 那就是叫Enable 這樣子 它就會建立一個Link 寫到系統檔裡面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開 開機的時候呢 也啟動這個 MariaDV 好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要去看它的狀態的話 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到底有沒有Run起來 我們可以用這個指令 System Control 然後Status 好 有沒有看到它已經有 Active 有Run起來了 然後呢 底下有一些它有相關的資訊 按Q可以離開 按Q可以離開 好然後呢 我們還是 為了安全起見呢 我們要套用這個 透過這個安全安裝的方式來 協助我們 把這個安全性提升 各位要知道 到現在為止 它安裝過程完全沒有 用我們root的密碼 所以你如果就直接這樣 用這個 mySQL-u root-p的話 你是進不去的 因為你並沒有設定密碼 所以這個 sudo mySQL secure installation的部分呢 就是要協助我們 針對root去設定密碼 好按Enter呢 它會讓你說 欸 輸入root的密碼 那你是第一次執行 當然就沒有root的密碼 所以就直接按Enter進去 進來之後呢 它問你說你是不是要設定root的密碼 當然要啊 不然你root不設密碼 任何人都可以進去 那可以啊 所以按yes 好這時候你就輸入新的密碼 記得這個密碼不要忘記 這個root的密碼一旦忘記會很麻煩 好那測試兩次都ok之後呢就會往下 好那這邊有告訴你 這邊 root的密碼設定成功 預設指呢 MariaDV在安裝的時候 它會有這個Anonymous的使用者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用 那這樣子是好的嗎 當然不好啊 所以它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把Anonymous 匿名者這個使用者移除掉 所以我們當然yes 匿名者當然要把它移掉 不需要帳號密碼的這個情況 我們不許 不希望它發生 好再來呢 它會問你說 一般來講 Normally就是一般來講 root呢 它應該是可以從遠端登錄 應該只允許 從本地端 localhost就是本地端 只能從本機去登錄 這樣才是安全的 所以呢 在 這個MariaDV 它有提供root遠端登錄的部分 你是不是要把它Disroll 就是把它取消 讓它不能從遠端登錄你的資料庫 那這邊呢 當然就是yes了 我們當然不希望 root可以從別台機器進來 我們還是希望它從本機自己 login 這樣才是 比較安全的 再來呢 我們在 安裝這個MariaDV的時候 它有附帶一些這個測試的這個資料庫在裡面 那很多時候是為了要提供讓使用者可以練習的 但是因為 如果說你沒有把這個練習的資料庫移除的話 那變成大家都有 那在安全性上會產生一些問題 就是 別人可以利用 測試 資料庫的部分呢 轉跳 變成進入你的系統 這是有風險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一樣呢 也一併把什麼 測試的資料庫呢 也把它儲存 把它這個移除了 把它移除掉 好 那上面的設定呢 都設定好了 他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把剛剛上面所有的全線設定 還有資料表的設定呢 重新載入 套用你剛剛的選項 當然是 我們搞了半天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 把這些全線的設定進去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看剛剛設定的路程密碼 現在呢 能不能讓我們進入資料庫 那在文字介面下 你要進入資料庫的做法就是MySQL-R-U 代表User的意思 User的帳號呢 是root -P代表你等一下要輸入密碼 好 這時候他會問你的密碼 這個密碼是什麼 是資料庫的root 好 再說一次 是資料庫的root密碼 好 那代表出現這樣的畫面 代表說你已經成功進入資料庫了 好 那我們要看有哪一些資料庫 你可以用show tables 加分號 show就是顯示 databases data v s 因為有很多資料庫 所以加s 然後按enter tables 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這邊有幾個資料庫 那這邊有一個MySQL 那假設呢 我們要使用其中一個 我們就是用指令叫做use 就是很直白對不對 用use MySQL 然後加分號 他就會告訴你說資料庫改變了 你所使用的資料庫改變了 好 所以你要進去這個資料庫的話 齁 你已經進來這個資料庫了 那你如果說 你現在的資料庫是哪一個 是這個 名字在這裡 好 那你要看有哪一些資料表 就show table 加s tables enter 那就要告訴你這上面全部都是資料表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有了這些資料表 那你就可以 我們可以下一個簡單指令 select start from slow log 沒有 是空的齁 所以他還沒有資料內容是空的 那你要離開就exit 分號 他就離開了 他跟你說goodbye 這樣 這就是資料庫的安裝齁 其實沒有很難 很快就可以安裝好了 好 那針對資料庫的部分呢 我們剛剛已經測試 而且安裝完成了 所以各位可以 透過這個方式齁 那這裡面 的重點再強調一次齁 這一行 MySQL Secure Installation 一定要去執行他 以達到你的安全性呢 可以提升的目的 好那這邊有一些 簡單的說明齁 就是剛剛我們在安裝過 過程的一些介紹齁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安裝PHP 那我們希望PHP的版本 大於等於7.3 所以呢我們會安裝這個 EP EL的這個套件伺服器的這個套件 再來呢 裝REMI的這個套件 裝好這兩個之後呢 裝好這兩個之後呢 我們就install PHP REMI 這樣子 然後呢 最後安裝 這個PHP 的模組 那這些模組安裝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驗證它的版本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字很長齁 所以看起來字有點小 好 我們來安裝PHP 好 他開始去下載好 然後安裝的這個套件庫 這邊還沒有開始裝PHP 他還是在做套件庫的設定 再來是另外一個套件庫 好 第二個套件庫 YES 好 那這兩個套件庫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安裝什麼 PHP 7.3 對不對 好 好 針對 module的部分 DNF module install 好 那他就開始去安裝PHP了 那他 各位可以看到他前面 是用REMI的這個 套件資料庫的伺服器呢 去做套件的管理 然後呢 把套件下載下來 並且進行安裝 那安裝完之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剛剛有講 安裝PHP的模組 好 總共39man 你是不是要下載呢 當然是YES 那就開始 下載並且安裝 速度也不會 花太久的時間 速度也蠻快的 好 這邊也是YES 各位可以看到GPG 這是 加密金要的部分 那他會 驗證 好 開始安裝 好安裝完成之後呢 我們還要裝一些模組 這個模組呢 是基本的 模組而已 未來各位在不同的 安裝過程裡面 會用到各式各樣的模組 比如說 DokuWiki Opress 還有Dropel 他會需要的 這個 模組都不太一樣 所以到時候各位可以利用這種模式 SUDO DNF install 然後在你要的那套軟體上面所需的模組 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安裝 好 好 那他就開始把這些套件呢 裝下來 好 這邊沒有裝全部啦 就是一般的常見的 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看他的版本的話 我們可以做什麼 可以用打PHP 然後呢 減V 這樣子 這樣他的版本是7.3.16 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方式可以做 就是 我們切換到 斜線VAR底下的 TripleW底下的HTML 好 那我們在這邊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 這個 sudo vimindx.html 不對 我們要測試PHP 所以要 這個 test.php 這樣子 我們這樣打 我們建一個test.php 好那裡面我們按i之後 打小於 問號PHP 然後第二行呢 打PHP INFO 這個韓式 這個韓式呢 是在 PHP裡面的 他的作用就是顯示 你現在安裝的PHP的資料 好 然後按ESC 冒號WQ 離開 OK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做什麼 測試一下 那個檔案有沒有成功 所以我們開網頁對不對 剛剛的 這是我們虛擬機裡面的網頁 然後斜線 我們打 test.php 沒有 為什麼 PHP竟然沒有run起來 原因在哪裡 因為你的APA器沒有重新啟動 你裝APA器是在啟動這個 你裝PHP是在啟動APA器之後 所以你裝了新的模組 你當然要重新啟動APA器 它才會吃到這個PHP 好 所以怎麼做呢 還記得嗎 sudo system tm control ctl 好 restart 然後呢 http 低一點 service 好那再重新啟動 我們來看一下 重新啟動之後 PHP是不是能夠順利的執行 好OK了 重新載入 有沒有 所以PHP這樣代表是OK了 那底下呢 是剛剛有安裝的一些模組資訊 會顯示在這裡 這邊 好那有裝的呢 他就yes 沒有裝的就是no 這樣子 好各位可以去看 所以呢如果說你安裝完之後 有重新啟動APA器 然後有看到這樣的頁面 代表你的PHP安裝是完成的 好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 LAMP的安裝 到這邊呢 PHP就安裝完成了 好那你記得要重新啟動 APA器 然後呢 這個是測試的範例 那你可以把這個打上去 OK 那最後 成功顯示 我剛剛的檔名是test.php OK 好那後面呢 我們改天再講一下 怎麼樣去裝資料庫的管理介面 PHP買的命的部分 那今天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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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